小伙伴们 我觉得 小白真的太好了 人家左边这个美女 人家在咱们餐厅吃饭 然后因为这个爬坡 她回她自己住的这个民宿的话 就比较远 然后关键这个坡还特别陡 背包特别特别重 你这个背包是多少公斤 我稍微提了一下 我觉得起码有30公斤 有哪有哪有 两个无人机 两个无人机 你太厉害了吧 你出门背两个无人机干啥 费用 太延时了 你太妞了 我也喜欢旅游 我不是旅游 我是摄影师 经过很多的那种 拿着单反 然后拿着无人机的 你是唯一一个背了两个无人机的 我们这里还有个大使的 还有个大使 你是专业做摄影的 我不是 我只有爱好 当时人家这个女孩子在餐厅里面吃完饭以后 然后就说 就说这个背包很重 问咱们有没有车 但是今天晚上 因为那个咱们停车场人太多了 车被弄在里面出不来 然后我就说 小白咱们不是在无人机里面背那个玉 小白肯定背这个是小小意思是吧 然后 就让小白来背一下背一下人家这个 小白 小白 累不累 还好 你觉得这个有多少公斤 就十几公斤 十公斤估计都不到 我刚刚提了一下 我感觉有二三十公斤 可能是因为我力气太小了 我还有两块电池在充电 没想到会拍这么久 关键今天 雪下没露出来 拍颜色的白拍了 好遗憾 我的天 这个坡太陡了 大家在视频里面感觉这个坡不陡 但是 挺陡的 谢谢你们 你一会儿我家人一下来背信 哎呀 不客气 这是啥嘛 举手之劳 关键是 小白人好 像刚才我先让我弟弟来背的 我弟弟那个大懒虫 他就不愿意 你弟弟多大吗 我弟弟 三十岁 你家人都在这 我姐妹三个嘛 然后我平时我在新疆 我让我弟弟妹妹来帮我 管理这个餐厅 管理这个民宿 你们也是外地人 你们在这可以吗 哎呀 反正刚开始来的时候也都不容易啊 大部分老百姓都挺好的 也遇到过 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都 都这么过来了 你的位置 真挺好的 是啊 我实在拍完之后 我太冷了 好热 还去等一会儿 没事你累的话可以站着休息一下 别别高反了 要不要不咱们站一下吧 我都走不动了 我都走了十多天了 这十多天了 对 这十多天看到过完整的男家爸有没有 没有 嗯 我等一等下 一进你们那儿 首先我要 我要叫一下 小孩 把一家客人给送回来了 那你说我得给你们多少钱呢 哎呀 给啥钱呀 想啥呢 不要 你千万不要给 你给的话就不送你来了 要是给的话 我觉得现在就让小白 把背包再背到餐厅去 我在想 我说你们给我过个车 我过个车要上完这些 你家山西哪的 我家山西的 山西哪的 山西运城 好了 可以感谢 哎呀 别客气 别客气 太涼了 你在咱们那个餐厅里面吃饭 就是咱们自己的客人 是这里吗 最小院 最小院 小伯 最小院也挺好的 好了 可能那个我屋里房间还有里的 我不怕 我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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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自己进去 我们走吧 拜拜 拜拜 早点休息 你俩太好了 没事 没事 美女帅子 好 拜拜 谢谢 又来又红火 好了再见 再见 拜拜 到东北去 我睡东北良宁的 好好好 好 快点去 好 拜拜 小白 我想奖励你一朵小红花 看小白那个汗的出来 我看一下 不是汗 鱼 哎呀 是汗就是汗 有啥吗 这是啥不能承认的 小白来转过来 看吧 他明明很开心 脸都红了 我觉得就是把他们客户的服务做好 我就觉得很好了 是吧 不是 最起码我觉得 你看每个人出来玩都是开心 你能开开心心的 就是最好的 好了 祝大家如果以后出来旅行 干啥都顺顺利利的 好吗 好了 关注 我是阿宁 永床天涯的日子 咱们beast 拜拜 拜拜